不溫 所以你要知道 眾生都是老母 我們黏眾生 過去世的老母怎麼養人 怎麼生人 對我們好 我們一定要補老母溫 要補老母溫 一定要讓老母快樂 一定要讓老母離婚 讓老母快樂叫慈 讓老母離婚叫悲 所以各位要以慈悲心做根本 而發起一個願力 誓願 所以我一定要讓所有的 背部眾生都離婚 然後就叫發了菩提心 那發了菩提心 那你要開始去實踐菩提心 那首先你要降伏我 執政的空性 然後有的空性 你才可以自由自在 任運自在的去行菩提心 最後你才可以圓滿的過過 所以各位 有要降伏嗎 有話說要降伏在禮拜 不知道說幾天 那是為了發財才來 要找人朋友才來 所以那時候沒辦法 就算各位在裡面 沒有半個我也要講 至少要留個佛種 釋迦牟尼佛說 要留個佛種 這個世間 百千萬人有一個要願意成佛 這個世間就有希望 那有人願意成佛 那佛陀就高興 就不斷佛種 不斷佛種 不斷佛種 不斷了佛種 所以大乘佛教 要我們一直講菩提心 但是講菩提心 也不離開世間的因果 跟初離心的修行 再來 二 菩提心是這六度的基礎 那我們修菩提心的目的 怎麼去修菩提心呢 那你就要 聽一下 不斷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不忍 那不斷可以消除你的千壇心 持戒你就不會傷害眾生 忍辱你就不會生氣 精進了 那你就不會憑大懈怠 你雖然說 發菩提心幾天都在渡棍 照三回睡了 吃肉倒一下睡一會 中午又睡一會 晚上更早睡一會 坐車就睡了 那你講菩提心有用嗎 那我可能 人家在颱風你還在家裡睡覺 你有沒有用凱毒 你要精進 所以精進就是說 你要很認真的去做 不失世界忍辱 如何幫助眾生 禪定 禪定消除散亂 那你心才不會妄東妄西 然後呢 控制不了 般若 般若智慧可以消除我持 達到平等空性 那我們 我們為什麼要實踐六度波羅蜜呢 因為就是要圓滿菩提心 所以 菩提心為因 我們是為了成佛 所以我們實踐 布施 然後一方面跟眾生結善員 幫助眾生 透過布施又可以消除自己的煩惱 貪心 守戒律才不會傷害到眾生 而且可以把傷害眾生的心 永斷除掉 忍辱 才可以度眾生 眾生的歡喜 你喝酒 我給你命你都沒想起 很好 你人不錯 他願意接受你 那你還可以把自己的稱貴心 斷除掉 那各位你一定要抓住這個重點 如果你各位決心要修行 那我們就不能有這些缺點 而且還要精進 那你才能夠圓滿菩提心 所以以菩提心為基礎去實踐 六度波羅蜜 那我們才叫是一個菩薩 第三 要修慈心與悲心 要恒長的利益一切重生 所以各位你要養成過來 如果你真的要修慈心悲心 你現在連這裡走路窗戒 都不能夠離開慈心悲心 你要一直想的 我對陶淫有什麼幫助 我對這條路有什麼幫助 我對所有病人 你只要看這個老人 全無敵的老人 大家都健康 不會擲桌 都怕孫 把他悠閒 都不省 你看到一個老人 看人家做生理 看到一隻腳的背著 你都要觀想 那你要恒長的 不能間斷的 希望你連做夢的時候 都想說 你還在讓 修慈悲心 要讓眾生快樂離苦 就像我們對我們的母親 跟所愛的人 一定會修慈心悲心 但是 真正的慈心悲心 不是對你所愛的人 而是對所有受苦的友情 這些人在做總統 你也要修慈心悲心 搞不好那兩位公子 抓他拳 不然就抓他拳 就算他做盜任了 反對黨 整天也會悶 對不對 因為他只要做了這個 他就是苦嘛 所以你還是要 依然對他慈心悲心 而不是說 我的政治理念跟他不一樣 我跟他不同黨派 那你又失去慈心悲心了 慈心悲心是騙一切處的 要對待 但是各位 你去愛上一個男人 愛上一個女人的時候 你就沒慈心悲心了 為什麼 因為你自私為重要了 了解嗎 你會以他為首要 別人為次要 你會惦記的他 意念的他 那你的慈心悲心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修慈心悲心 那各位你就要 一直想辦法去幫助重心 時時刻刻 像我很喜歡把胎兒放在前面 地球 甚至最近在映了 也會發給我 六道輪迴圖 各位 大家在家裡會回來 我兩部拜會是為了六道眾神 不要讓他們 探親戚 不要讓他們一直輪迴 讓他們能夠脫離十二因緣流轉法 讓他脫離無常大鬼的掌控 希望他們都念佛往生淨土 那你要時時刻刻 保持這個心態 但是各位逆境回來 讓你兩阿彌陀佛 兩阿彌陀佛 又有人要刺激你 又有人弄不好吃的跟你吃 又有人要顧虎你 你都不能生氣的 你不能板個臉 你不能這邊私底下洗洗淨 那你的慈心悲心又不見了 你的洗洗淨到成就了 所以各位這個習氣一定要改 如果你要修慈悲心 那佛可以教住你 但是你能不能達到這個階段 是你的問題 是你要不要 就像我各位 我看著各位 我一定要保持慈心悲心 各位是我的爸爸媽媽 我要很親切很願意幫自己 我不能說你不要看我不要看你 你整個大家都相互轉 我聽路音大就好 那不行 那當然我這一看我心裡就會動心 軟一把招什麼觀念就有 但是我要保持好 所以各位但是你的 你一定要告訴你自己 要修 修這個 不要讓自己有貪稱痴 這個修行是 你要調伏至心 你不小伏至心 調伏這個煩惱模 你就沒辦法成就 所以你要故意的 恒長的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嘴密賦壁嘴密賦壁 custody буд対抗 清晰清晰 разные 阿弥陀佛代表什麼意思 不是說 我念一句阿弥陀佛 其他我都不管 你要看經典 經典看完 你知道阿弥陀佛代表什麼 代表清淨 代表平等 代表悲心 代表眾生都成佛 所以你念出来的阿弥陀佛 是如此的 而不能说两分法 我念佛其他我都不看 第四 所以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因为原想菩提心而来利益众生 这就是一种实修 所以很多人把说实修的来闭关 当然对出家人来讲 以前西藏的出家人 他实修他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而且在山上 而且又下雪 对不对 那没什么信徒 那实修就是闭关 但是对于现在的社会 实修那就是做事情 在做繁忙的事情的时候 保持菩提心 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菩提心 我来救爹 我来念经 我来祖念 这个人将来一定会幸福 我用剖体心给他祖念 希望他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外人也要念 翁身的外人都要念 那活的人我要跟他讲 菩提心的故事 而且以你的 这点我各位有这点很了解 一个人你考栽好 你给人家的感受最重要 有没有那个诚恳 菩提心不能骗人 慈悲心也不能骗人 你已经很慈悲了 一直在练习强迫你自己 不生气 慈悲 我一定要让对方成佛 你就算你不用讲话 别人想 对你印象不错 对你感觉不错 有一个相信 那有这个相信以后 再透过你的语言 他更相信 因为你讲解 你给他的感受一定要相信你 进一步你愿意讲解 所以这点各位一定要 偶尔问问你的导人 你看我有嘴巴吗 你要稍问一下 你看我有在拜佛吗 有行还是没行 进一步你问说 你觉得我是在追求菩提心吗 各位你要敢问 有人说我出家了 你问我这边做什么 你都没行 你都没行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最关心的是 我有没有发菩提心 我连睡觉都问 我有没有发菩提心 因为这是我的戒律 我如果没有发菩提心 我白出家了 我白修行了 而不是说我事情成功了 我事情办好了 我庙盖好了 我法会办好了 那个只是一个方便 但是如果没有菩提心的办法会 你法会一万人也没用 所以各位这一点 为了要保护我们的菩提心 我们去接近老师道场 你也要去判断 这个老师 这个法师道场 有没有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 你千万不要去 不要利用别人 也不要被利用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做任何事情 不管你要吃饭 你要开车 你都要原想菩提心 那既然有菩提心 你怎么会去伤害对方呢 直接间接伤害小生命呢 都不会的 原想菩提心 你的生活就会改善 如果说你业障很重 很多人说我业障很重 我福报不够 那你只要有菩提心 业障消除 福报大得不得了 任何护法神都要来护持你 所以受一个五戒 一条有五个护法神 发菩提心受菩萨戒 所有护法菩萨天神 都是你的护法 因为你发菩提心 上帝一皇大帝都要护持你 你发菩提心 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施死 施死是菩提之良 不施给孤魂野鬼 嗡啊嗡那么少 观想 他们都吃饱 这个是最容易修菩提心的 超过供养百千万的出家人 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 给些好活没有那么困难 我写的都是很白话的 但是如何把这个白话 实用实修 在你的身口意 在你对待生命生活的态度上 第五 观世音菩萨的咒语 它的内在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内在的意义就是 持心悲心 如果你很会念观世音菩萨 但是你没有持心悲心 那变成迷信 所以各位刚刚在念观世音菩萨 我就一直讲解 也提醒大家去观心 整个我们所看到的 听到的报纸 看到的这些苦难灾难 愿他们得以消除 乃至传染病 而死亡的人跟动物 像欧洲的黑死病 乃至我们的群流感 他们都得到超度离苦 愿制造这种传染病的 这些众生亡魂业力 那我们要懂得 用佛法的思维模式 来改变 所以我们念 我们念观音菩萨 所以很多人说 叔父 我现在观世音菩萨 已经念十半遍了 我看你都不忍耐 做事 没忍耐 开车也没忍耐 开那监也不忍耐 我有一边为我们讲堂出来 师父我载你去 天啊 我要坐到飞车 师父你不知道我过去是 开车车车车车 你过去是什么 你现在载师父不行 不管了 我就是这样 你会不会再做的意思吧 对不对 他改不掉 跟落车想说天啊 后来不要再叫他载 我还要出门看 我台湾还要出门看 等他离开 不然他将要载 好像他很慈悲 但是对我是虐待 而且是虐待别人 因为他们开车的习惯 一定要撞了才要撞 对不对 还不止 技术都会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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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还有一个朋友 如真rome 门才挨 压车上 天啦 如阿編裂 开车 右边你开到左边 左边你开到右边 又开到慢 我真想下车叫計程车 但是各位 这是慈悲吗 他们是很虔诚 很想载师父 但是师父那儿 水千零 自由 这是麻烦的 最大的问题 不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 人最大的悲哀 就是不认识自己的缺点 对不对 面误一把自己都不知道 那就不行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 透过别人了解你自己 唱歌好听牌听 不是你说的是我们说的 一个没空性的人 麦克风 下四名唱 下四名念 什么叫空性 就是你很客观 远远的看自己 那什么叫我执 我的想法 我的感觉 都是按照你的想法 这样不行的 所以各位你要感觉 就像我在台上 这个麦克风声音 到各位耳朵 有没有刚刚好 这个声音你听得下去吗 那你要分析 这个里面的内容 对你有帮助吗 你要分析 所以你要保持在一个 运转的状态 一个运转的状态 就像冷气在运转了 凉度要够 现在智慧型冷气 它会配合人的体温 对不对 甚至那个冷气会跑到身上 不会浪费 因为连电脑都可以设计的很好 各位你要开始学这个 不然你不知道 我念观音谱在干嘛 慈心悲心是不能够离开众生的 愿这个花开来更美 愿灯永远都亮了 愿众生超度 愿大家离苦 你要贴着 贴着众生的心